生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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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上街做什麼 生日通過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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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 反對警察 不要再打人 好聰明 你幾歲 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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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一有六歲 是 叫什麼名字 我金勝賢 金勝志 是和媽媽一起上街 是 你覺得開心嗎 嗯 想表達什麼訴求 在什麼好 在什麼好 香港 加油 幫我問一下 為什麼要買六歲的小朋友上街呢 因為 今天不走出來 明天未必可以走出來 所以可以走出來的時候 應該要去做一些對的事 你不充滿你呢 我姓曾的 曾小姐 嗯 沒事 沒事 其實現在政府在說 減一點無聊 你怎樣走呢 很無理 他當自己是皇帝 他不可以這樣做 他侮辱了香港人的智慧 也侮辱了自己 他很難理解 理解不了 怎麼看現在有很多中學生被拘捕 甚至他現在看到有些上街 他都帶著圍書上街 很痛心 為什麽 為什麽要今天的青年人 要付上一個這樣的代價 去為自己的地方 去這樣站出來 我很 proud of 他們 我很以他們為傲 不過也是一件很心痛的事 應該是這樣的過生活 我 這幾個月來 哪有港府日號 對香港這樣的政策 的時候 我暫時都用不到一個適合的詞 去形容現在政府 完全不以人為本的政府 是不想為人服務的 為人服務 他完全不可以做政府 不可以做我們Leader 謝謝 謝謝你 可以講一講 是不是一家人帶小朋友上街 是呀是呀 我們一家人上街 為什麽呢 因為我們想表達到那個五大訴求 一直我們三個月來表達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那個無眠法 最近那個 就是我們覺得那個無眠法的定立 是一個不合法的一個定立 就是沒有經過一個立法程序 而且我們覺得用一個這樣的 一個這樣的政治的手段 去提出這個無眠法 令到市民是有這樣的恐懼 我們覺得是非常之不分離 所以我們需要上街去表達這個意見 還有另外 這兩三個月打接中的話 外面呢 超過差不多一個百人被自殺死亡 我們覺得很憤怒 很多被自殺的案件裏面 其實是很無理 所以我們想為這些死者討回公道 有些十多歲的年輕人上街 他說他自己都有個遺書交給朋友 如果不是他有什麽事呢 希望他交給父母 你怎麽看現在這些年輕人 那種犧牲自己的那種想法 我覺得我們其實都很可惜的 聽到這樣的表達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很有勇氣 去表達這件事 因為他們其實不是為自己 不是為自己的利益 特別是年輕人 只要為了一個公義 為了一個合不合理 政府不合法的情況 要上街 要這樣表達 我們其實都很無奈 但都支持他們這樣表達 其實你小朋友有多大呢 4歲 4歲 怎麼會帶送他來上街 其實我們香港的公民權利 我們有權利上街 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這是我們基本的權利 還有我們想教育給他聽 就是在這個這麽 這麽是非不分 和這麽歪理的社會裏面 我們希望他仍然可以堅守自己的原則 就是在將來的社會裏面 動得去分黑白 不是指鹿為馬 今天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他就說 這次粉送上有很多中學生被告 他就說應該要加強家長的教育 你怎麽看過這番說話呢 我覺得他父母倒置 他其實不是他關心年青人的表達 而是用政治的手段去告 並且我覺得年青人大家都經歷過 在這個年紀裏面 其實你應該要去明白他 要溝通多些 而不是不讓他做任何事 而是要去明白他多些 應該要跟我們同行 跟年青人同行 你們身為父母 你怎麽看被子女的教育 我們會覺得應該有些合同錯的時候 就要是非跟白要清楚地講明 但是有安全的時候我們都要跟他講 但是到最後有個責任 就是要跟他說 然後在那個安全下面 去支持他要做的事 你怎麽看呢 之前都有一些莊大學生 跟這些校長的對話 都說他被捕手 受到警方的這些性的暴力 還有很多這方面的不合理的手法 你們聽到這樣的消息 你們的感受是怎樣 我們都很心痛 我們每一次見到這樣的消息 不是今天已經有 其實一直都已經有這樣的消息 我們都每一次看到都很心痛 平時我們其實就是在五大訴求裏面 還有一個就是獨立調查委員 就是調查這些事情 現在不是說那些抗爭者有罪 而我們不看 而是所有人都要看 而特別是警察裏面 一些濫捕的性侵 在警署裏面 沒有CCTV 沒有任何記錄下做這樣的惡行 就是他們知法犯法的行為 我們覺得很憤怒 今天那個通行 天主教的書 其實書記 他都有說執法者可以憑著自己的良知去執法 你怎樣看他這番的事 我們很同意 我們很同意 其實在世界各地裏面 很多示威裏面警察 甚至是軍方 其實當見到一些這樣的示威的時候 如果假如他們真的合理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站在示威者那邊 並且其實我們執法其實都可以用很多方法 其實你執法的時候 我們都同意 示威者如果有犯法的時候 是要拘捕是很合理 但是當他細伏了之後 都還是有很多在鏡頭裏面 有很多暴打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非常憤怒 我們不是不支持警察去執法 而是警察需要跟著他的指引 去做他應該要做的事 你怎樣看這三個月來 北京也好 港府也好 對香港的政策方面的手法 我們都很失望 至今都是 怎樣說你們 是 這個是 你們是從事甚麼方面的來說 是建築行業 建築行業 謝謝 ridjxr 为何你会带这个公仔上街 这个公仔虽然是美国人说 但它代表了香港现时社运的精神 怎样的精神 香港人做了很多不同的公仔 去代表香港现时社运的状况 你今天上街的诉求 因为香港政府没有回应我们五大诉求 只是做了三个月后才设回送中条例 期间用了警察武力镇压香港市民 所以我们对这件事很不满 你为何政府推出禁国务协法 我们觉得是很不合理的 因为你其实一个正常人都有需要戴口罩 无论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婦 都可以有需要戴口罩 你这样蒙面 就打算镇压香港市民 让他们出来是完全是以暴亦暴 其实今天出门出街 可能都是违法的行为会不会登山 违法的行为就看你怎样去定义 现在是无区别的拉示威者 政治拘捕来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